上完厕所发现没带纸 那种感觉只能用生无可恋来形容 但你有没有想过 没发明卫生纸之前 古代人都是怎么擦屁股的呢 其实最早人们都是就地取材 比如用树叶 树枝 石套 要求不高 只要能避免直接接触就行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屁股的待遇也逐渐提高 到了未进时期 出现了专门的工具 厕筹 这是一种用竹子或木头制成的薄片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我只有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有人可能会好奇 造纸树不是早就发明了吗 但是因为当时技术不先进 纸张价格太贵 所以其实知道元朝以后 用着的方法才逐渐普及 而说到外国 就不得不提到古罗马 古罗马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工具 具体做法就是在树枝上 绑块海绵 优点不用多说 舒适度直线上升 但同时问题也来了 要知道 古罗马人一般都得去公共厕所 所以这根棍子一般也是公用的 古罗马人 海边快过家了 古代擦屁股用的特殊工具 还有很多 比如英国王室用过鲑鱼片 法国宫廷里曾经有一根 公用的粗麻绳 日本皇室用的则是产印 另外 有个国家的人 从来没为工具烦恼过 你们知道是哪个国家吗